致力于推广有机农业的君达集团 获得国际有机农业联盟亚洲分会邀请加入联盟 君达集团创办人尹全崇表示 很感谢花莲县政府举办2023全球有机青年高峰会 吸引全球有机农业到花莲来分享经验 未来君达也会经营有机的理念推广到全球 全球具影响力的有机农业盛会2023 世界有机青年高峰会在花莲扩大办理 让全球看见花莲的有机城市 国际有机农业联盟亚洲分会 并且前往君达集团杨烟美帝就在酒店 前来参访有机香草的栽种和经营营念 同时也邀请加入国际有机农业联盟组织 分享花莲有机农业领域的努力以及成就 这一次很感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也有许非常大力的推动有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首都 也举办了高峰会议 那这次高峰会议是由 埃法的这个主席带了三十几个国家 到我们花莲来让全世界看到花莲 今年很荣幸在三月的时候 获得了我们欧盟的GTS的国际认证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很积极的投入 我们希望有机会加入我们iPhone的这样的一个 国际的有机联盟 所以很高兴也很开心 我们也获得了主席的邀请 所以我们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 所谓的有机国际联盟 影传筹表示 俊达集团成立以来一直永续作为发展主轴 使用来自中央山脉齐来山的泳泉 滋养占地15000坪园区的有机座物 让来到对外决定旅客们 能够感受到香草植物的芳香 不仅住得健康吃得安心 而这次也获得国际有机联盟亚洲峰会的邀请加入 俊达集团会用行动接回国际 也成为友善大地有机荣誉的台湾直光 记得中意 今天想不到